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赵铭铭 继续给大家报奖苏俄的DH英 我们接着来讲二转期间 在南斯拉夫的苏联情报工作 上次我们说到 夏尔尼科夫所率领的来自苏联的几组成员 就飞向了南斯拉夫 准备借用铁拖脱离险境 他们的目的地呢 是迪拉里克山脉的山脊 那里云层低风大 而且缺乏地面标志 游地队准备的场地很小 而且呢 德军正在逼近 所以对于铁拖来说 只有一次机会 那么在夏尔尼科夫精湛的 飞行技术的保障之下 飞机安全降落 登上飞机的有20人 包括铁拖 他的副手卡德尔 他的参谋长 以及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 克尔涅夫将军 另外还有英美的军事顾问 那么就在夏尔尼科夫 和他的机组成员 将铁拖等人 接走之后的几个小时 德军就占领了当时飞机的降落地点 所有营救铁拖 及其指挥部的参与者 都获得了苏联和南斯阿富的国家最高勋章 飞行员被授予了两国的英雄称号 跳马行动是德国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穆斯林部队 对南国游击队发起的七次重大攻击中的最后一次 在南斯阿富军事史上 称其为第七次袭击 那么这次袭击行动的失败 归功于游击队的勇气和顽强 也归功于苏联英雄 南斯阿富人民英雄 切尔尼科夫所领导的苏联飞行小组的勇气和专业精神 那么就在铁拖脱离险境之后的两天 也就是1944年6月6日 盟军在诺曼底登物 也是在1944年6月 斯多普拉托夫召集利尼斯基赶到莫斯科 那么利尼斯基接到了命令 这也是他期待已久的命令 那就是他会被空投到南斯阿富 他将在贝尔格莱德展开情报工作 那么利尼斯基空降到南斯阿富并不顺利 实际上在他落地的时候 他的右腿骨折了 不过幸运的是 他得到了当地一位妇女的帮助 将他带到了当地的小山村 托里斯尼查 而在山村里 利尼斯基进一步的和南贡游击队取得了联系 不过与此同时呢 乌斯塔莎武装和德军也发现他的到来 所以立刻对他进行了追踪 利尼斯基只能在晚上行动 白天要么躲在森林里 要么躲在农民的家里 游击队会提前向他提供住宿的地址 通过骑马步行 或者是骑摩托车 利尼斯基拖着一条伤腿 顽强地向贝尔格莱德前进 当他终于到达贝尔格莱德的时候 他发现 这座九年前他离开的城市 已经变得完全不同 不过当他到达联络地点的时候 他看见的是他已经九年没有见到的 之前情报网的成员 玛利亚·达拉干 不过在久别重逢的交谈里 玛利亚告诉利尼斯基 之前很多情报员 都被盖世太保所抓捕 他的哥哥呢 也壮烈牺牲了 不过之前情报网成员乌罗什 现在是南国游击队的一名上尉 指挥着一个分队 那么利尼斯基告诉玛利亚 尽快把乌罗什召集回来继续从事情报工作 而从玛利亚那里 利尼斯基还得到了另外一个 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 那就之前 反对红色苏埃的那些俄罗斯移民组织 反而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 对德国人的统治展开了反抗 利尼斯基得知1941年 俄罗斯的移民代表在贝尔格莱德 就创建了苏联哀国的联盟 人数很少只有八十人左右 因为当时大多数的俄罗斯人 已经进入森林河山区和游击队并且作战 有些人最终死在了德国人和乌斯塔沙的集中营里 不过贝尔格莱德的苏联爱国者联盟 人数虽然少 但他仍然毫无畏惧地在完成他们所要做的工作 包括收听伦敦和莫斯科的新闻 打印出新闻将其粘贴在最显眼的地方 建立安全屋 把那些想要加入游击队的人送到游击队的控制区 不过他们应用的行动也受到了盖尔泰堡的主意 所以盖尔泰堡全力对他们进行追捕 到了1940年7月 这个组织只有少数人仍然没有被捕 他们中几乎没有领导人 因为之前的领导人要么被杀 要么被监禁 要么被送到了集中营 很快南国游击队小分队的指挥官乌罗什 就接到了来自于总部的一个通告 说一名俄罗斯的情报官员将会被指派到他的分队 俄罗斯刚开始对这个通告并没有太在意 那么当这位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俄罗斯顿时喜出望外 因为这正是他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利尼斯基 利尼斯基在南撒夫将要从事的情报工作 对莫斯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1944年夏秋之际 丘吉尔见到了铁托 1944年8月12日到13日 丘吉尔邀请铁托元帅到纳伯勒斯见面 当时丘吉尔就问铁托 是否会在南撒夫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 铁托的回答是 我丝毫没有在南撒夫建立共产主义 或建立巴尔干联邦的企图 我对南撒夫联邦已经非常的满意 那么丘吉尔进步的问 是否会让南撒夫前国王回归 铁托的回答是 国王回归问题 必须由战后的南撒夫人民来决定 那么铁托和丘吉尔的见面 让莫斯科方面非常的不安 不过实际上铁托首先见丘吉尔 而不是斯大林 这并不奇怪 因为英国是第一个承认 南撒夫人民解放军 是对抗希特勒的重要的 南撒夫武装力量的人 英国也是第一个 在南撒夫游击队的总部 设立军事代表的蛮国 所以在铁托和丘吉尔见面之后 莫斯科就格外的重视 在南撒夫所发生的一切 因此莫斯科要求 苏联驻南撒夫的军事代表团团长 克尔涅耶夫中将回到莫斯科 向总参谋部进行详细的汇报 那么克尔涅耶夫中将在离开之前 就告诉了铁托 铁托当时委托克尔涅耶夫将两封信带到莫斯科 一封是给斯大林本人的 另外一封是给莫勒托夫的 在给斯大林的信里 铁托是这么写的 我向你们保证 苏联红军到达南撒夫 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非常重要 因为我的人民和我们的军队更加相信 苏联是我们最伟大和最真诚的朋友 克尔涅耶夫中将将会向你们汇报 我们这里的情况 但我还是想谈谈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一我们迫切需要比盟国七敌美指 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武器和食物 这些需求随着我们军队的壮大而增加 更重要的是 因为成千上万的新的志愿者 特别是在塞尔维亚正在等待武装 考虑到英国对塞尔维亚的政策 他们正在千方百计的加强国王的支持者 也就是切特尼克的地位 并且缺入我们的地位 我们不能指望盟国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 这就是我们需要你们最大帮助的地方 以便我们能够迅速的解决塞尔维亚问题 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建立民主南斯拉夫的最终成功取决于此 另外我军陷入部队都是以轻武器为主 这是我军的主要弱点 无法和技术上具有明显优势的敌人进行正面作战 我们既需要坦克 也需要飞机 而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的进展非常的困难 从至今为止积累的经验来看 我们看到他们想以任何方式来减缓我们坦克和航空兵部队的组建 尽管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 而且期限非常明确 我们有数百名航空人员 同样也有足够的人员来建造坦克部队 但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他们送到苏联 在我看来只能通过飞机来完成 至少现在先转移一部分 以免浪费时间 第二方面 我知道你很清楚我们的处境有多么困难 因为他们从不同方面试图干预我们的内政 但我们仍然必须小心 不能计划和我们盟友的关系 同时要保持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 在这些问题上对于我们来说 苏联的任何帮助 哪怕是最小的帮助 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第三方面 至今为止盟军尚未提出登陆南斯阿夫领土的问题 我必须说 这样的登陆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愉快的 因为我确信 他们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困难 从而可能引发各种冲突 但如果涉及到登陆谈判 我们将建议以尽可能少的兵力进行 如果接受 则主要在伊斯拉半岛和克罗地亚延安地区进行 我决定本月15日去意大利与威尔逊见面 因为他已经多次提出了这个建议 会议将讨论军事问题 即使发生登陆 我们也不会同意 他们组建任何的军事政权 或者是民事政权 同样 我们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任何部队 置于他们的指挥之下 所以您的支持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 我认为从各方面来看 最有力的支持就是红军穿过克尔巴迁山脉和罗马尼亚向南推进 这样的计划将挫败巴尔干地区那些想通过不和 来加强自己地位人所策划的那些计划 有很多非常重大的问题 我想亲自和您谈谈 如果您认为及时并且必要 我准备在八月初到达莫斯科 但我希望你认为这并不是我的不谦虚 而是我唯一深切希望在和平谈判之前 澄清一些问题 并且确定其立场 因为我认为这是符合巴尔干国家和苏联的利益 请接受我最深切的敬意 铁托 那么铁托在给摩洛托夫的信里 高度赞赏了苏联过去 向南萨夫提供的外交和物质援助 并且表示 希望今后能够继续提供这种援助 因为在决定性的日子里 南萨夫将需要比以前更多的东西 临近秋天的时候 苏联红军已经逼近南萨夫的边境 这个时候需要密切的协调 南萨夫人民解放军和苏联红军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行动 为此 在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罗马尼亚的城市克拉约瓦 南萨夫人民解放军最高总部的一部分 被转移到了这里 来协调两军之间的行动 而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时候铁拖需要访问莫斯科和斯大林面对面的进行谈判 当时科尔尼耶夫中将负责准备铁拖飞往莫斯科的飞机 这次飞行在当时是高度机密 无论是南萨夫还是莫斯科 都不希望英国和美国知道铁拖将会前往莫斯科 为此呢 当南共总部的英国和美国的代表 想要见铁拖的时候 铁拖的守卫总是告诉这些来访者 说铁拖正在忙碌 要求不要打扰他 当然最后呢 直里抱不住火 当知道铁拖失踪的消息之后 丘吉尔非常生气 认为这是冒犯了英国人 不过铁拖在知道了丘吉尔的态度之后 他的回应是 丘吉尔当初前往魁北克去见罗斯科总统 我也是在他回来之后才知道的这件事情 可我并没有觉得他冒犯了我 9月21日铁拖抵达莫斯科 这也是铁拖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斯坦林 尽管之前他们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 远距离的见过面 在莫斯科呢 铁拖和斯大林有过几次会面 两次是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进行 两次呢 是斯大林邀请铁拖到他的家里吃晚饭 实际上斯大林最初见到铁拖的时候 态度非常冷淡 因为之前铁拖曾经给他发过电报 电报里写着 如果你帮不上忙 但至少不要干涉 这当时让斯大林非常的恼火 那么斯大林和铁拖 这两位在世界政坛都是以强硬而著称的国家领导人 见面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